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农特洋华将 我收的哪里是一个风杏子 买回家的这个风杏子如何进行水盆呢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准备一盆这个风杏子 一把胶尖 一个玻璃起米 和一盆这个小堆 然后我们把这个风杏子推盆 首先我们把这个风杏子给它推出来 我们把原来的这个鸡鞋都给它去掉 缩剥留一部分 鸡鞋去完以后吧 然后把这个湖南的这个球形外皮给它去掉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这个清肥里给它清洗干净 洗的时候吧 洗的时候吧 已经把这个鸡鞋给它洗干净 这个上鸡鞋这个不能给它灌的 灌已经飞去了 容易堵持腐烂 清洗的时候吧 一定把这个鸡盘的时候 这个腻块给它洗干净 然后把它放到这个消毒压里 给它进行消毒 除了把这个鸡鞋给它消毒好 把它放到这个有氧光地方 这样塞无非嘛 把这个瓶里边这个肥 要加到这个平体的这个散肥震了 把这个两号的缝线把它放到平里 打一个这个根盘和这个肥味 有一定的这个距离 不能觉得也过于黑大的这个距离 打个一共肥震温行 然后把它放到这个有氧光地方来进行培养 打个一万一万以后吧 它都能开服化来 盘服化现了以后吧 你可以减和换肥的时候 往这个平里给它讲的这个营养 将一万一万一万以后 它突然这个化的开放 化开完以后吧 你可以把这个中厨 把它用副杀给它买到这个部份 不是狠肝的情况下 你就白脚肥了 明天这个时候再拿回来再泡 早上开花 好了 本次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